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我们该如何预防病毒的内容 通过今天的内容 希望可以让你更了解病毒的原理 也更重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点赞是对小万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BBC拍摄的纪录片《人体奥妙之细胞的案战》中 以腺病毒为例 为我们展示了病毒如何攻破人体重重防御 进入细胞核 而我们又可将其分为七个阶段 阶段一 病毒如何躲过白细胞抗体防线 病毒的目标是我们鼻腔黏膜上的一个细胞 但是在它到达目标外壁之前 会遭遇大量的抵抗者 抗体在细胞之间的空旷地带巡逻 他们的任务是发现并中和病毒 一旦识别已知敌人 他们就会紧紧潜入敌人的外壳 通过将那么靠在一起 游荡在外 以病毒为时的白细胞 就更容易捕获病毒 抗体构筑了有力的第一道防线 但很快寡不敌众 成千上万的病毒就到达了表皮细胞的细胞膜外 阶段二 病毒如何聘过细胞膜 第二阶段入侵即将开始 一对病毒抵达了细胞膜表面 错综复杂的细胞膜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任何外物都被阻挡在外 除非细胞识别对方无害 比如营养物和蛋白质 他们有着与细胞膜表面的锁 相匹配的特殊钥匙才能通过 但经过数十亿年的斗争 腺病毒演化出了这一专用钥匙的拷贝 抗体让大量的病毒钥匙失去了功能 但仍有很多漏网之于 细胞膜表面的锁被病毒愚弄 病毒大军长驱直入 就像最原始的特洛伊木马一般 细胞膜下的膜蛋白误以为对方是重要的营养素 准备接受病毒 膜蛋白下拉细胞膜形成一个囊炮 将病毒包裹其间 称为包吞 一个分离膜蛋白挤出囊炮 将病毒送入细胞内部 阶段三 病毒如何利用核内体的分解 病毒大军用障眼法顺利进入表皮细胞内 但细胞也拥有坚不可摧的防御组织 阻止病毒进一步入侵 送入细胞内部的物质 都会迅速被细胞内分解站 捕获拘留 它们叫做核内体 分解站开始处理进入的物质 包括病毒 以便能把它们 输送到细胞内各处 第一步是将其分解 核内体的外壁 与专门的蛋白泵相匹配 这种泵会释放带电氢原子 使核内体内部呈浓酸性 这种酸能够把营养物质 分解成更小的分子 以便细胞运输和消化 酸开始侵蚀病毒的外壁 病毒开始瓦解 这本应对腺病毒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但实际上 这种酸恰恰也是病毒逃脱计划的一部分 病毒上用以附着细胞的外壳 是最先被分解的部分 但随着它们的瓦解 会从病毒内部释放一种特殊蛋白质 对分减站外壁发起攻击 这种怪异的蛋白质 能将外壁撕裂 病毒自由了 但不是每个病毒都能成功 在临近的分解站 抗体仅仅黏在病毒表面 将病毒五花大绑 防止病毒从内部释放 用以逃脱的蛋白质 成千上万的病毒 最终都死在了分解站 但还有很多侥幸逃脱 现在 它们自由地在细胞内漂浮 从核内体中越狱成功后 病毒大军里侵入细胞核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阶段四 病毒如何躲过特殊蛋白的侦查 截至不久以前 科学家们认为 一旦病毒大军到达这里 它们就势不可挡了 但新的研究揭示 还有一条前所未知的防线 存在于细胞中 研究者们发现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散布在细胞内的公路系统旁 不断寻找携带抗体的任何物质 例如细胞表面附着在病毒上的抗体 这些蛋白质会吸附到抗体上 这会引发连锁反应 吸引其他的特殊蛋白质 最终标示出要摧毁的病毒 一种称为蛋白媒体的回收组织 被派到现场摧毁病毒 在抗体的通报下 特殊蛋白质和回收机器的合作 能在数小时内消灭一支病毒部队 但只需一个病毒就能摧毁整个细胞 这个病毒躲过了侦查 没有了抗体 对细胞的回收机器来说 它是隐形的 现在没有东西可以阻止这个病毒 实现它的目标了 病毒现在距离细胞核 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了 但是要达到它的目的 它必须先进入细胞核 阶段五 病毒如何进入细胞核 细胞核位于细胞中心 比病毒大一百万倍 并被一层外皮保护着 外皮与细胞外壁类似 但是更难突破 进去的路只有一条通往细胞的入口 是一种特殊的通道 名叫核孔 在核孔表面 蛋白质构成的触手寻找分子 并把它们拉进核孔 通过这条通道 数十亿的化学信息 即只是在DNA和细胞间传递 病毒必须进入内部 才能完成它的工作 但它进入需要许可 病毒的外壳 再次携带适当的通行症 但证明入侵者体型过大 病毒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当动力蛋白 以为它们遇到了另一个障碍时 它们就会改变行进方向 与看守核孔的蛋白质触手 展开了拉锯战 最终 病毒被扯得四分五裂 这看起来像是病毒的末日 但实际上 这却是病毒的妙测 在动力蛋白与核孔的拉锯战中 病毒被四分五裂 但也卸下了病毒的累赘 令它们进入了细胞的指挥控制中心 阶段六 病毒如何控制DNA 在这场侵略的每一个阶段中 病毒都利用了细胞自身的机制 来解除细胞的防御 现在 它试图用这个策略 无情地进行最后一击 细胞核内存在着DNA组织 它们一直注意着身体发出的指示 有的会接收这些指示 它们会设计特殊的蓝图 以制造某种特殊的蛋白质 但这些机器无法分辨细胞DNA 和病毒DNA之间的差异 它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开始把病毒代码转变成上千条指令 让细胞内的各个组织执行 这是一张以感染全身为目标 而制造蛋白质的死亡蓝图 但是 这些来自病毒的指令 从细胞核倾巢而出 穿过核孔 重新回到细胞内 在这里 核糖体部队作为移动的蛋白质工厂 接收了这些蓝图 一般来说 这些细胞器把我们的DNA蓝图 转变成对细胞来说很重要的蛋白质 现在因为病毒的指示 它们开始为新的病毒大军制造原材料 每一种新的蛋白质 都被仔细地折叠成英勇的形状 一键又一键 组成大军所需要的零件 都被它们制造出来 但这些零件本身 不会在这里组装 这些碎片通过核孔 回到细胞中心 在它们这项工作进行的同时 病毒把注意力 转移到细胞的DNA上 它会让一切它不需要的 正常进程停止 让DNA全部精力 都集中于克隆病毒 其他一切都会停止 阶段七 病毒如何传送DNA拷贝 24小时后 在一天里 病毒就会完全控制表皮细胞 细胞的DNA被麻痹后 细胞会逐渐腐烂 唯一能进行的活动 就是建立病毒大军 这些碎片在细胞核内聚集 病毒的一壳自行组装 能够让病毒与细胞内搬运工 及动力蛋白配对的接口 已经在一壳表面形成 心理纤维构成了病毒上 与细胞膜配对的钥匙 但是一壳只是运输载体 没有运输物就毫无用处 最后 数以千计的病毒DNA拷贝 被传送到病毒大军中 每一串都是病毒 一壳长度的200多倍 被整齐地 折叠在细小的空间内部 它在这儿静静等待 直到能够入侵 另一个细胞核内 然后重新开始整个过程 说了这么多 病毒入侵人体的过程 那面对病毒 我们又该如何防治呢 人的一生会感染多少种病毒 说起来挺吓人的 可以感染上百种病毒 但是我们强大的免疫系统 可以清除大部分病毒 还有些病毒是可以 和我们终身相伴的 治疗病毒需要 特异性的抗病毒药物 比如奥斯塔韦采用的原理 是降低病毒复制 还有一些公司采用了 包裹病毒的方法 即把人的细胞外面 加个保护层保护起来 但目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尚无特效药可用 新发现的病毒 从疫苗研发到量产要数年时间 再加上RNA病毒进化快的特点 疫苗的开发 基本很难跟上变异的脚步 因此 所有治疗均是对症治疗 主要采用的还是知识性疗法 也就是激素治疗 据媒体采访的一位痊愈病人 治疗的方法就是激活人体的 自身免疫功能去对抗病毒 细胞和病毒的战争是一场史诗级战争的决战时刻 也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这场战争在我们每个人体内进行着 每一天都要发生上万一次 未被病毒波及的细胞内包含着独特的DNA拷贝 这些就是最新的生命之书 这些信息从我们的父母 祖父母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 通过DNA 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三十亿年前的祖先 追溯到最最开始的那个细胞 早在人类哺乳动物恐龙出现之前 就存在了那个细胞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和植物 都是从那个史前祖先进化而来的 一个包含一串DNA的细胞 是万物的起源 但是腺病毒也是从这个细胞进化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细胞可以撑破我们的防线 这个邪恶的远亲和我们一起进化 好了 今天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与病毒之间的战争 可以说是一场永不休止的战争 不仅仅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战争 更是驱动了各自的进化 最终双方都变得越来越强大 每一天每一分钟 这场和病毒的战争 都在地球上的每个人的身上上演 双方之间随时随地不停地博弈 改变自己也改变对方 完善自己也完善对方 也因此 人类对病毒研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